大家好 现在呢 家庭养殖石虎蓝的话有了都是把石虎蓝放置在室内养殖的 但是室内的话呢 它的光照不是特别的好 蜘蛛呢 很容易出现土长的情况 那么蜘蛛如果出现土长的情况的话 它的长势就会比较弱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能够尽快的腹状呢 那么我们办法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会比较麻烦一点 怎么处理呢 我们要把你的这个石虎蓝从盆里面取出来 将这个多余的质量给它去除掉 然后呢 我们把你的这个石虎蓝它的枯根 还有了比较长势比较差的一些带叶 把它先全部剪掉 然后呢 用水洗干净它的这些根系 这些部位 然后将它放在这个稀释了300倍的红糖溶液里面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捞出来 放在阴凉处呢 把它晾干 伤口晾干之后呢 在上面涂抹一层杀菌粉 为什么涂抹一些杀菌药呢 因为如果你不给它涂抹杀菌药 它的这个伤口处啊 可能会出现感染 然后呢 病菌感染 可能会导致你的根系腐烂的各种情况 那么涂抹杀菌药之后呢 我们再把你的这个石虎蓝根部呢 用水苔包裹住 然后呢 把它放在原来的质料里面 然后把你的整盆这个石虎蓝的话呢 把它 全部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 把它整盆扎住 把它封紧带口 在上面呢 戳几个小孔透气通风就可以了 那么等到一到两个月之后 你的这个石虎蓝呢 就会长出新根新芽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室内移出 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光线和生长条件 然后后期呢 只要适当的管理 那么就能够达到副状的目的了 为什么要用数量带包裹中呢 因为石虎蓝它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 我们用数量带包裹中的是为了起来一个保湿的效果 湿度足够了 那么就很容易让它长新根 长新芽出来 虽然方法是比较麻烦 但是呢 却是非常的有效的 但是呢 就建议大家平时在养护石虎蓝的时候呢 就不要把它放在室内密闭的地方 我们呢 最好就是把它放在这个窗台有这个明亮的光线的地方 但是呢 不能够强光直色 然后平时呢 给它做好这个保湿处理 那么你的石虎蓝呢 就能够长势非常的好 当然 平时还要给它适当的施肥 因为如果你长期不施肥 它也会长势比较弱 我们给石虎蓝施肥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用这种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会更加贴合它的生长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